主料,糯米粉200克,成粉40克,南瓜米100克,主料,桂花米酒60毫升,枸杞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将蒸熟还温热的南瓜放入糯米粉与成粉中,我大约按五笔一放的,温柔成面团,搓成小长条,揪成小剂,团成小园子,锅中水烧开,放入枸杞,加入米酒烧开,分次下入小园子, 轻轻转动圆子,直至全部浮起,长大,便弩软即可,烹饭技巧,请根据南瓜米的汗水量来调整用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